女人想要过得好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需求表达框架特别重要 什么是需求表达 就是你先得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要把自己的需要直接说出来 而且要敢于说出来 为什么这样会让你过得好呢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一个现象没有 就是事多的人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别人也会配合 但是什么都不说的人全是自己在吃亏特别委屈 还特别不招人喜欢 因为当一个人需求很明确的时候 其实别人配合起来也是更轻松的 但是遮遮掩掩什么都不承认 非得让人家猜的 其实别人也很累 时间长了就烦了就离开了 而且会表达自己的需要 其实也起到一个筛选功能 这就像高考一样 好多学校我就是这个条件 就是这个分数 我筛选我需要的学生 你达不到 只能说明咱俩不合适 很多人结婚过后会发现 和伴侣这不合那不合过不下去了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 还是和当时你筛选的门槛 和你本人真正的需要不搭 以及你也不会表达自己的需要 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实任何一种人际关系 无论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交朋友还是找伴侣 最好都是指筛选不改造 但是你想筛选出来 合适你的人 你得把自己的需要和标准明确了 这样你的边界和规则很清晰 认可和欣赏你的人 就一定会靠过来 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各种人际关系 包括你和伴侣的关系 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告诉对方你的需要 而不是去要求他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